苏志芬涉嫌收贿500万元 那么深夜时分已经遭到了 这个鸡鸭亭裁定600万元交保 但是苏志芬拒绝交保 还高举着上着手铐的双手 那么今天一早他的包妹 为他抱不平 详情如何 联亲记者徐一玲 好 主播的观众 那么云林现场苏志芬 因为拒绝600万元交保 那么目前人还滞留在 云林地方法院的拘留室 那么透过方面呢 您可以看到呢 在现场有很多苏志芬的支持群众 一整夜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都留守在地方法院 要力挺苏志芬 甚至呢苏志芬的妹妹苏勋碧 也来到现场为姐姐抱不平 我们来听一下她的说法 欧没有被传讯的时候 就直接被押了 她在这样的一个 非常大阵战的 这样一个恐怖的搜查 以及拘押人的这样一个气氛之下 结果她一再地叮咽说 她一定要做出她最大的一个抗议 所以即使是可以交保 也绝对不接受交保 一定要抗争到底 根据了解呢 云林现场苏志芬呢 因为涉嫌收费500万元 在凌晨2点半左右 在法官裁定600万元交保 并且限制出境 但是呢这样的结果 让苏志芬非常的不能接受 因此拒绝600万元交保 那么同时呢苏志芬原定 在今天上午要带着上千位的云林相亲 要北上呛下陈云林 但是因为呢苏志芬卷入了收贿的风暴 因此呢这样的活动被迫中断 但是目前呢苏志芬拒绝交保之后呢 何怡婷也将根据目前的情况 做进一步的裁定 那么如果有最新的消息 将随时为您做插播的连线报道 将时间交还给彭丽主播 好的感谢依林来自云林的最新连线 我们看到啊这个苏志芬的妹妹 是认为这是政治迫害啊 还在这个地检署外头静坐 那么苏志芬呢是在昨天早上六点钟 还在睡梦当中遭到了地检署强制居提 检察官表示苏志芬利用职权收贿五百万 掩护私人垃圾掩埋场过关 试证明确 但却于法院还没有掌握明确的证据 半夜两点钟 法官裁定苏志芬以六百万元交保候船 同时限制出境 云林县长苏志芬的妹妹提着大包小包的药品和生活用品 到云林地检署给苏志芬 因为苏志芬涉嫌收贿 经过法官裁定以六百万元交保候船 并限制出境 但是遭到苏志芬拒绝 10月4号晚上11点多 苏志芬在法警压解析下 布出鸡押亭 他大喊抗议 现场支持者情绪沸腾到最高点 运队大批支持者 苏志芬还高举双手 亮出两只靠上手铐的手 支持者情绪一度鼓噪 苏志芬从一早被检掉居体 证训了12个小时 直到检察官申请羁押 晚上11点多 羁押亭还没结束 法官都还没裁定交保或收押 苏志芬神情已经相当疲惫 回顾一整天的情况 云林县政府的一级主管 全变成了抗议人士 在云林地检署前 抗议力挺自己的长官 苏志芬涉嫌护航 精美环保科技公司 刑捡私人垃圾掩埋场 业者透过一家营造厂业者 安排担任白手套 交付苏志芬500万元的支票行贿 意外的是 检掉侦办这起弊案一年多 从未传唤过苏志芬 一出手就是大动作拘提 引发议论 除此之外 检掉兵分12路 在县府环保局拘提了 环保局长及承办员和公司会主委 这是嘉义县长陈明文之后 又是一个绿营首长被大动作侦办 环保局长黄辉元 也已经认罪坦诚收费50万元 当庭释回 而县长苏志芬则因为拒绝交报 继续留在云林地检署 中文新闻江戴景林玉姿 云林采访报道